《中文字幕》 他還能曉得 拿這些東西 又拿得多 這樣才有辦法 不要探得這個 不要探那個人 在這套經典的電影裡面 飾演雷樂探長的劉德華 進獻了人性極致的貪婪 但究竟在電影背後這個真實存在的人物 又如何由一個偷渡下來香港 即席無名的長洲居民一步步登上權力的巔峰 甚至在警員起身點之後一千元的年代 他竟然擁有五億港元的資產呢 那你又知不知道 其實當中還有一個人能夠跟他一決似雄呢 今天原子就帶大家回到這個香港黑暗的貪污時代 你有沒有想過你到的每一個網站 搜索的每一個內容 甚至留言 都會留下大量痕跡 而這些痕跡就正正會令立心不良的人有機可乘 所以如果不想成為原子檔案下一個奇案主角的你 就需要一個可靠的VPN 令你上網的時候不留痕跡 敏感的個人資料亦都受到保護 而今天原子為大家帶來的就是Shelfshark的VPN 它除了支援不同手機和電腦系統之外 無論你訂閱哪個方案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無上限 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的裝置都可以受到保護 同時熟悉原子的朋友都知道原子是Netflix迷 而用Shelfshark的VPN就更加可以收看 其他國家獨家的Netflix精彩節目 而Shelfshark還提供30天退款保證 現在透過原子訂購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17折的折扣之外 還可以獲得額外三個月免費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在下面的內容簡介區 Click入網址申請 輸入Mr.Adam 香港的六七十年代在一個急劇變化的時期 當時的人口激增 社會和經濟發展都突飛猛進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 維持社會秩序 提供住屋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成為了當時港英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 但當時政府的政策和社會資源 並未能完全跟得上實際的變化 普羅大眾為了維持生計 都紛紛用了非正常途徑來換取應有的服務 所以整個社會氣候都助長了貪污的歪風 事實上 當時以貪污的天堂 來形容這個殖民地一點都不過分 當中 收受賄賂的問題在公營機構尤其嚴重 不論是輪候入住公共房屋 考車牌 甚至為子女申請入學 只要交黑錢給政府部門的人員 就能夠省強漫長的等待 當時 情況嚴重到好像安裝電話服務 都要交所謂的查錢給相關的人員 否則電話的服務經常會暫停 此外 收黑錢的問題也存在在醫療機構 病人家屬需要定期給醫院的阿嬸幾毫子 才可以確保留院的病人有熱水飲 但是這些我們現在聽下去匪夷所思的貪腐文化 相比起警隊的猖狂 實在小毛見大毛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好仔不當差這句俗語 其實它是出自於香港六七十年代 警隊貪污歪風盛行的時期 是來表達當時的香港市民大眾 對警員品行行為的不信任 甚至更加以有排懶仔來形容掌握權力的警察 即使他們做任何壞事都沒有發對上面的後果 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 貪污的活動在警員來說 就好像工作的一部分 連當時的警司韓德也承認 我想像大部分香港的警察都貪污 收賄就好像生活中的一環 就好像早上起床 晚上睡覺那麼自然 而作為灣仔區警司的韓德來說 他每個月竟然可以收到12萬港元的賄款 究竟12萬在當時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而這一則1967年樓盤的廣告所見 大約2萬元就可以買到 軒尼斯道大樓的一個單位來講 警司每個月的收入簡直是令人震驚 而在五十年代 受賄的警務人員包庇王賭毒這些非法的活動 簡直是見怪不怪 這些包庇的活動有特定的賄款 例如賭博的大檔每日是幾千元 鴉片大檔每日都是千多元 記仔 咖啡座 酒吧 每月多至幾百元 而當中更加有一個有趣的詞語 射雕來形容警察專貪打麻雀的人 每晚過了12點之後 若果有人打麻雀的話 警察就會上門巡查 但是打麻雀的人只要交兩元給警察就可以免確麻煩 而大概在1962年 男性警員新入職的起床點只有220元 但據說當時星期六射雕 一天就隨時可以收到幾十元至一百元 除了王賭毒之外 香港一般惠口賓詞的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受到影響 有當犯需要在端午節 中秋 冬至這些節日交錢給警察 而警察就會過來用警帽收片 也就是收黑錢 小巴 的士司機都不例外 如果不交保護費 有時到警局的時候就會被警察諸多留難 同時為了更有效率地收黑錢 每間警局都會聘請後衣 也就是服務員 他們除了會為警察清洗制服和擦皮鞋之外 也會協助警察向相反收取保護費 他們會把錢收在洗好的制服裏面 再放入各個警員的衣櫃裏面 簡直就是一條龍的服務 雖然港英政府在名義上為了打擊警隊貪污 曾經設立警隊反貪部 但是不少反貪部的警員 和貪污的警察關係良好 甚至有利益輸送 所以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反貪部 根本不能夠減少警隊貪污的情況 而正所謂一山環遊一山高 從來身處在金字塔頂端的人 往往都控制著一般人難以想像的龐大利益 而當中最為人樽樽樂道的 就是四大探長裏面的代表人物 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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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是雷無樂 1920年在廣東省傘美市海豐縣出生 他小時候在鄉下幫人搓船為生 後來他和家人偷渡來香港 在長洲居住 限於偷渡的身份 他在香港所接受的教育不多 所以有傳雷樂原本是文盲 而後來不斷腐學才識字 不過雷樂後來就很生氣地否認這個傳聞 在來香港初期 他以拆鞋和派報紙為生 在1940年左右 香港警察經常會派人刀碼頭 將故里帶回警署要求他們加入警隊 由於這些工人的教育水平不高 加入警隊可以有穩定的收入 所以大部分都不會拒絕 就在1940年 雷樂就是敢被人拉夫加入警隊 錯時他只是一個軍裝警員 執行簡單的愛勤巡邏 由於他行事充滿光徑 不計較辛苦 而且履破其案而迅速升職 他所破的案件裏面 就以1955年的鑽石山14K郡英大會最轟動 亦令他聲名大震 在警隊的生涯重止一帆封信 當時有百幾個14K的成員 在鑽石山一間學校聚集 雷樂就趁他們不回意的情況之下 帶隊圍捕一網打盡 就是這樣 他的警隊和黑幫兩邊都威名遠播 警隊的高層都非常欣賞他 同年他獲升為高級探幕住手銅鑼灣 第二年就是1956年的10月10日 香港發生了雙十暴動 事件的導火線是源於政府職員 在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 而除了懸掛在里正屋曬治區的中華民國國旗 和大型的雙十廢牌 而後來三合會介入示威活動之後 事件迅速已變成嚴重暴動 當時暴動讓成60人喪生 300人受傷 在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暴動 在警方鎮壓暴動的時候 呂洛就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由於他非常熟悉14K 新營安這些社團的行事方式 令鎮壓的行動更加順利 事件之後他再升職為新界區探長 駐守荃灣警署 就是這樣 他就一步步走上權力的頂峰 當時警方將香港分成10個環頭 每一個環頭都有一個探長 而探長就負責整個環頭的治安 熟悉環頭的社團 而探長更加擁有管理地區的權力 例如在大時子的時候 有團體搭建臨時的月劇大氣盆 安排武士和賭檔的數目等 都必先得到探長的同意 雖然探長的職位低於英籍警官 但是英籍警官對警隊內部莫不關心 而探長經常和廖一起工作 所以警員都非常驚慰探長 雷諾成為了探長之後 置地管理新界區的治安 而經過鑽石山14K群英大會之後 合謀都知道雷諾的厲害 不敢挑戰他 在1958年 他被調到油麻地警署 而在兩年之後 他更加獲頒受長技服務和操行良好的獎章 當時的雷諾已經非常風光 沒多久 他的地位再進一步提升 在1962年 警務處重設總華探長一職 由十個警區的華探長選出兩個人 分別擔任港島區和九龍區的總探長 當中 九龍區的總探長更加額外管理新界區 結果 雷諾和深水埗警署探長南岡一同被選為總探長 雷諾就成為了港島區總探長 而南岡就成為了九龍區和新界區的總探長 雷諾當時的風頭一時無兩 當時警務處處長巡訪警署的時候 他在列隊裡面站在頭位 他除了處長之外 誰都不放在眼內 連外隻高級警員都不理睬 就是這樣 雷諾攀上了華人警員等級的巔峰 奠定了他在警隊裡面的地位 而在這個權力遊戲裡面 唯一能夠和他匹敵的就只有一人 在四大探長裡面 能夠和雷諾平起平坐的 其實就只有南文街 但由於這個原名太過文藥 所以他加入香港警隊之後 就改名為我們熟悉的南岡 南岡和雷諾一樣出生於1920年 但是相比起雷諾 南岡可以說是贏載喜炮善 他出生於富裕家庭 祖父是洋行買版 即是外商僱傭的商人 通常這些人的愛與能力強 兒父親也畢業於南北順書院 曾經在律師行擔任師爺 南岡是知識水平較高的家庭成長 所以年少時候的他亦入讀名校聖約室書院 他聰明伶俐 精通多種語言 能夠以流利的英文和愛知人士溝通 家底厚 學力高 外貌進俏 生性風流 南岡可以說是人生的贏家 而且他畢業沒多久 就找到一個長期的目標 在1944年 年約24歲的南岡加入了警隊 他為人風趣幽默 喜歡整固人 深受同事的喜愛 而由於他經常做出無厘頭的滑稽行為 同事都叫他做毛頭 不過也有指他因為記性不好 所以朋友就幫他改這個花名 甚至他跟黑道打交道的時候 都會自找這個花名 他曾經跟黑幫說 我毛頭這個名號是你們送的 你們小心我來拿你們的頭 除了風趣的行為之外 南岡另一個優點就是不計較勞苦 無具困難地做事 所以他被稱為拼命三郎 加上他槍法了得 在警隊裡面享有神槍手的美譽 綜合各種先天的條件 同時憑著他拼命和英勇的性格 他加入警隊之後就多次破案立功 而當中就以1958年 九巴經理協詞案最為轟動 在1958年 香港九巴總經理雷瑞德被歹途協詞 於是南岡和同事一同到場營糕 當時一名稱號叫雙槍斧仗的劫匪李卓也參與其中 當特製造敵人是李卓的時候 多名警員都不敢破門闖入屋內 唯獨南岡自告奮勇 和上司一起行動 南岡遺免引發槍戰傷及人質 所以當他們入屋裡面之後就冷靜地勸李卓投降 南岡更加承諾會幫李卓求情 等李卓出獄之後被他打你自發檔 李卓聽見了南岡一番真誠的話之後大為感動 沒多久就投降 包括南岡的上司在內 在場的所有警員都驚嘆他可以不用一顆子彈 就成功拘捕了雙槍斧仗李卓 警隊高層對於他的表現印象深刻 所以他連番升職 在1959年南岡就升任深水埗警署高級探幕 在第二年再升任深水埗警署探長 而在1962年南岡更加和呂洛一齊升為總探長 負責九龍區和新界區 當時警隊內有傳聞指兩個總探長的職位 根本就是為了呂洛和南岡開始 可以見到呂洛和南岡在警隊的地位不相伯仲 兩人平起平坐 而相比起呂洛和南岡 雖然漢森和顏洪名義上都是四大探長 但是他們當時的影響力可以說是低一個層次 因為當時顏洪其實只是呂洛的手下 最高職級都只是做到探長 從來都沒有達到總探長的級別 而漢森在南岡和呂洛退休之後 也只是做了兩個月的總探長 由此可見呂洛和南岡當時的確是沒有人能夠匹敵 所以以兩大探長來形容當時的華探長時代更為貼切 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阿克頓南雀曾經說過 權力使人腐敗 而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 這句名言在當時的香港警隊完全是表露無謂 呂洛和南岡雖然看上去好像德高望重 是警隊裏面的精英 但是他們絕對不在警隊裏面的清傳 在1960年代 雖然在香港的保障上面經常可以看到探長連環破案的消息 但實際上這些都是探長為了保持高企的破案率 和黑社會合演的大龍鳳 有指當時甚至有35%的香港警察都有黑社會背景 除此之外 四大探長也參與了大量的貪污活動 當中就以呂洛最為腐敗 由1958年起 呂洛的職位不斷上升 眼見自己的職位越來越高 他就建立了一套貪污的機制 呂洛一方面給上司不少好處 在另一方面 他就向自己管轄區內的機構和賭檔收取源源不絕的保護費 他被黑幫在管轄範圍裡面擺在毒品檔和賭檔 在定時向他們收取費用 令黑白兩道取得平衡 其中 人稱笛豪的販毒集團首腦吳錫豪 更加每月給女樂3至4萬元 久而久之 他累積了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財富 而為了掩飾來歷不明的收入 他在1959年至1968年間 更加以父母的名義先後在尖沙咀 沙基灣 觀塘 沙田 港島半山和灣仔 扣入當時合共價值300萬港元的物業 同時更加以家人的名義 成立了公司購買位於沙田的博雅山莊 但是這些資產都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女樂多年來貪離的資產有只達到5億以上 所以他被稱為5億譚長 同時 南岡在位的時候已經有海外的生意 在泰國有製衣廠 投資物業遍佈北眉州 可以見到達到權力巔峰的探長們表面風光 但實際上貪得無厭 那究竟他們的黑暗事跡後來為何會被公諸於世呢 現在就等我們將時間推移到1967年 時間來到1967年 六七暴動發生之後 新上任的警務署署長薛基輔 意識到警隊貪污的問題已經嚴重到不能夠坐視不利的地步 於是決定整頓警隊貪腐的風氣 同時 第24任港督戴輪子也著手草以反貪污的法例 同年 警隊安排港島區總探長呂洛和九龍和新界區總探長南岡對調職位 一眾外籍的官員認為呂洛和南岡的勢力過大 所以希望藉著對調職位能夠避免他們落地生根 削弱兩人的勢力 種種打擊貪污的實際措施 加上有內部人士提醒 令呂洛和南岡意識到大改革勢在必行 於是呂洛和南岡先後在1968年和1969年退休暫備風頭 不久到了1971年 新任港督麥里浩上任而不打貪污 很多警員都知道他們已經不能夠再隻手遮天 紛紛退出警隊 而整頓警方的風氣更加在1973年達到了高峰 當年前高級警官葛珀被揭發擁有多達430萬的財產 而他的月薪就只有7200元港元 收入與職位不相符 但正當他被要求在7天內交代他財產來源的時候 葛珀就已經潛逃至英國 這種酬聞終於引爆了全港市民對警隊一直以來貪污腐敗的憤怒 發起反貪污觸葛珀的大遊行 港督麥里浩為了更有效打擊貪污 所以就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機構 廉政公署 在葛珀事件一年之後 即是1974年2月15日廉政公署正式成立 他首個任務就是緝補葛珀 終於在同年4月 英國警方拘捕葛珀還引導他回香港 這件事令一眾的警員知道 廉政公署將嚴厲打擊貪污 外面被秋後算帳 不少退休警員都紛紛逃亡到海外 當中也包括了四大探長 當時廉政公署查出了警隊裏面有多達20個貪污集團 時間到了1977年 由於多名警員遭到檢舉 所以觸發了警察和廉政公署的衝突 4000名警員示威 甚至有百多名警員衝擊廉政公署的總部 除了將廉署的招牌拆了 更加有廉署的人員受傷 除了這件事之外 當眾他們更加查出屢落的資產高達5億港元 所以隨即成為了最大的通緝目標 但包括呂洛和南光在內的四大探長 當時已經逃到海外 於是廉政公署只可以透過香港的法院追討他們的財產 在1977年 香港法院向已經由加拿大移居到台灣的呂洛追討部分的財產 合計接近1000萬港元 但對於他多年受來的賄賂金額都只是九牛一毛 從此四大探長就再沒有回來香港 廉政公署也始終沒辦法引導他們回來 而南光的晚年都在南美洲居住 直到1989年在多明尼加爆血管 中風之後無多久在醫院病逝中年69歲 韓森亦在1999年在台灣病逝 而在台北低調長居30年的呂洛 亦在2010年又為患末期慧岩病逝 中年89歲 葬在加拿大溫哥華 事至今日 四大探長裏面只剩下顏紅 但如今她是生是死 亦不得而知 人性的貪念 造成了四大探長這些風魂人物 和他們貪污腐敗 帶有傳奇的故事 而正因為香港曾經經歷這些禁黑暗 而且當權者無法無天的時期 迫使了人民追求本應該屬於香港的公義 所以才帶來此代性的革命 促成了後來不同改革的措施 和肅貪機構的成立 終結了腐敗不堪的時代 令當時的香港重建光明